在昨天举行的民航工作会议上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 备受关注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建设情况 目前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飞行区的 四条跑道全面贯通 航站楼精装和设备安装进入收尾阶段 附属设施和配套工程进展顺利 运营筹备全面启动 总进度管控计划374个关键节点 完成了146个 目前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转场投运计划已经公布 其中 南航东航集团相关航空公司 以及首都航 中联航转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中航集团相关航空公司 海航 大新华航等公司 保留在首都机场运营 中国邮政航空可两场运行 其他国内航空公司可选择任意机场运行 但不得两场运行 外国航空公司及港澳台地区航空公司 可自行选择运行机场 包括两场运行 自2019年东航季至2021年东航季 所有需转场的航空公司 将用五个航季的时间完成全部转场投运工作 同航空公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